你遇過的靈異事件 住酒店的時候是不要住美房的 好像女人的一團白色煙霧 人法派好像有點浪漫的 燒了 Moshi Moshi 我是安逸C 今天我們來到一個很陰森的地方 就是要跟大家來探討 你遇過的靈異事件 適逢農曆七月 我們在這個時機講的話題真的很大 今天我們很榮幸請了Skyla姐 Chloe和Aurelia 一起來探討你遇過的靈異事件 我們就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吧 GO PG家長指引 本影片享有帶來好情節 請來 那我就想問問你們三位 有沒有遇過什麼靈異事件 我有兩件 因為我的床 我是滾架床 在我之前穿貓的時候 我的床也睡著睡著 然後感覺到我輸的東西突然都掉了 它掉了地下 那其實是你的貓推掉了 我那時候不知道 現在第二件事就是 我前陣子在梳化裡睡的時候 那時候是所謂的特別假期 凌晨到三點半左右 我在梳化裡看了一下 我好像在看鬼片 還是什麼東西 嘩 凌晨三點看鬼片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因為那時候我跟男朋友聊電話 然後我就不怕 然後我旁邊的一個牆 還有三張Poster 再加兩個木的照片架 它突然全部都掉下來 我就超恐怖 又沒有開風扇 又沒有開冷氣那些東西 然後我就立刻關電視 就躲起來 要留在我安慰 說回他已經害怕到口渣渣了 恐怖電影有這個陰影 但他說得好像是搞笑片 在看 好 接著就 由安格斯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親身經歷的 撞鬼事件 有一年 十歲的時候 我就去了沖繩 那時候七八月 暑假 你知道七八月沖繩是很熱的 那時候夏天去 我就去五日四夜 然後我想說 我們住酒店的安排很好笑 我第一天和第四天 是住一間酒店 我第二天和第三天是住另外一間酒店 第一天和第四天住一間酒店 是比較舊一點 即是旅館之類的 但第二、第三天就是住了海洋酒店 即是玩、看魚、海豚等 第二、第三天那間酒店 大家不需要用來 最主要就是第一晚和第四晚那間酒店 第一晚去的時候 完全沒事的 那間酒店都舒適的 儘管它是比較舊 但其實它都是舒適的 所以我從小到大已經知道 其實住美房是不好的 而且聽別人說住美房 即是很多靈異事件發生在美房那裡 所以其實每一次住酒店 我都和我家人說 就是不要住美房 但是好死不死呢 我第四天的時候 就因為那間酒店爆了 真的剩下最後兩間房 那這次這個是Treatment 不是Treatment Treatment 那個旅程呢 我就是和我爸爸媽媽 和我舅公蓋婆我們去 當然是我和我爸爸媽媽住一間房 然後他們住一間房 那間酒店就真是最後剩下兩間房 一間就是美房 一間就不是美房 我聽到自己有機會住美房的時候 我已經和我爸爸媽媽說 我不用住美房啊 但是不是美房那間房是很小 是不夠三個人住 所以就逼於無奈 沒有辦法的嘛 唯有住美房那間房 那間酒店的房間 就是你一開門 就有一個小小的走廊 然後左手邊就是廁所 然後進去就是有一間 掛電視的一間牆 然後就是床 第一晚我住那間房 掛電視的那一間牆 是那些藍灰色 類似海的色 但是呢 去到我第四晚住那間房 是深紅棕色 是好像乾了的血那樣的色 都不是最恐怖 我想說呢 那間酒店不是插卡 那些冷氣電視自己開的 它不是的 它是要自己開電視自己開冷氣 我還沒開冷氣的時候呢 那間酒店已經是冷到 好像雪櫃那樣冷 我爸爸就看看是不是開了冷氣 但是沒有開到冷氣 那個溫度是好像14-15度 是超冷的 然後我叩公就來了我房間 他就說 然後我就去了他們的房間 他們的房間已經是開了冷氣 他們開了冷氣 比我們那間房更熱 但是都沒有為意啦 然後就出去吃飯啦 然後去到晚上回來的時候 很硬睡 那11點多的時候 我就打算擦洗臉 然後睡覺啦 那個廁所就是 你一進去就有一塊鏡 然後就是洗手盆 左邊就是浴缸 右邊就是馬桶 然後呢 就打算進去擦洗臉 然後就睡覺啦 然後我一進去 一關門 我就看到我後面有一個 好像女人那樣的一團 白色煙霧 媽媽 你是會很明顯看到 有一個團霧的東西 但是後來就沒有發生什麼事 所以大家真的 住酒店 真的盡量不要住美房 好啦 那請問你們兩個有沒有什麼經驗 我有三個靈異事件 是想和各位分享一下 第一個是 這群人都已經知道這個故事 就是 我有幾次都是放了學的 然後我們小米人又是 不遺體想回家 我有幾次都是 去了廁所的時候 一去完廁所 我出去洗手 我突然在眼睛那裡的位置 看到一個穿著白色裙的女人 飄浮過 然後我一看出走廊 完全沒有人 這件事是發生在我們四個的中學 我不用再去廁所 其實我想說 我有一次也是看到一個 白色裙 在樓梯最頂端的位置 然後慢慢消失了 好像飄了過去 然後我們那次還嚇到班主 加上日本其實有很多鬼的故事 都是在廁所發生的 所以 其實我還有一個故事 是可以分享給你們的 就是在龍骨灘發生 那天就是Scarlar的生日 今天的女主角 Scar 然後我們就好像四點左右 去了龍骨灘去BBQ 去慶祝生日 慶祝完之後 我們就差不多回家 我們去了一輛KMB 因為龍骨灘是一個KMB總站 所以 K52 K52的總站 然後我們就是看到一班車進來 不過它是要停下來等車長去洗手間 休息一下 那一次好像是下雨 還有那天好像也有哭 對 更恐怖 我們在等車長回來的時候 Angus先生就說 因為那時候整個巴士都是關燈的 然後Angus就說 看到第二層就看到一個 類似小朋友的東西 在對著他 在打招呼 在禁住的玻璃那些 他們應該沒有看到的 我不知道自己是心理作用還是怎樣 因為那時候下雨 通常下雨之後 車窗也會有很多霧 上層有一個窗 有很多霧 然後我就看到有一個 類似小朋友的靈體 他就這樣 但我不知道是自己 純粹心理作用還是看錯 還有一件事 就是Chloe她有一個佛牌 對 我就有一個佛牌掛了 在我的鎖匙扣上面 然後我就上了那個KMB 我就看著佛牌 然後發現有點怪怪的 然後我轉轉了佛牌 佛牌好像有點爛爛的 笑了 是完全有一個黑色的人在佛牌 在佛牌上 夢見被鬼追在夢裡面 弄到我有一條傷痕 起床之後 雙手在同一個位置 真的有一條傷痕 我真的有試過 這個我有聽過 可能你晚上睡覺做夢 你用手機拍了一張照 早上你起床 手機裡面真的有那張照片 我沒試過發生這些事 我人生最恐怖 就真的 我剛才說的沖繩那件事 有一天我去到酒店 一開水龍頭 水是血色 你是不是去了一個謀殺的地點 空閃就 空閃就 對啊 曾經試過有些人是分屍 分屍 然後丟到水缸裡 試過在某地方酒店 住美房 深夜電視自己開 播雪花台 還有聽到有女人 慘叫 嘩 雪花台就是那些 信號沒有信號 好恐怖 你還要聽到女人慘叫 好了 這個投稿就是MIC Studio ISAT 投稿給我的 他特意DN跟我說 這件事發生在小學四年級 小四才開始自己睡 晚上自己睡覺的時候 經常都覺得旁邊有人站著 看著我 那個人給我的感覺不是一個實體 而且他是非常高 我也有試過 可能你晚上逛街的時候 我經常覺得好像有人會跟著你 有時遇到這些人真的很害怕 好啦 那今天私密探秘就來到這裡了 很感謝三位來到我的節目 和我們探討一個這麼詭異的話題 大家在這個農曆七月 就不要出那麼多夜街 還有大家記得 注意安全 我們下集見 拜拜 如果喔 你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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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